哈喽啊,大家好啊,Anthony啊 今天呢,天气不错,阴天啊,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骑单车的好日子啊 之前呢,和朋友呢,打算挑战去从福田这个山姆这边,骑单车去那个海岸城 怎么知道呢,朋友说去了石岩,骑了去石岩我们 然后现在今天呢,我就独自一个人,来挑战一下,从山姆这边呢,骑单车去那个海岸城 然后吃一个饭,然后再骑回来 哇,现在骑车很方便,根本就不用说特意去买一台那个自行车 直接呢,拿每一团一扫,每一团共享车就可以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扫这一台呢,是可以跨区的,它有一种像马蹄夹那种锁那种呢,它是不能到南山区的 现在呢,我就准备从福田区这边,山姆这边,然后骑单车去那个南山区了,Let's go OK,从山姆呢,骑到圣南大道这边呢,基本上都是不用怎么骑的 OK,从山姆呢,骑到圣南大道这边呢,基本上都是不用怎么骑的 嗯,很舒服,大概15分钟左右就到了 现在呢,从圣南大道呢,去滨海大道,Let's go 哇,哇,这么快,又到了奔海大道了,对不对,又到边海大道了 哎呀,不用五六分钟就到了,山姆大道骑到边海大道真的是很快 也是那种下坡路,现在呢,对面呢,就是红树林了 等一下呢,沿着这个滨海大道呢,骑一段路呢,有一个隧道 骑过对面呢,就是红树林公园了,然后沿着红树林公园呢 那个河边呢,那个海边呢,沿着红树林公园在那边一直走呢 就可以到达海岸城 哈哈哈,来到深圳满红树林公园了,哎呀呀,多轻松 好,来到这里了,哇,真的好舒服,我真的是很喜欢的海边 大伙看一下,对面呢,就是香港啊,哇,像香港的是看起来越来越近了 所以深圳的这边呢,填海啊,发展这个,呃,海边公园啊,真的是发展还挺不错的 红树林是很早就有的嘛,十几年前,十五六年前已经有的了 对啊,那时候我还没出国啊,也是经常和朋友们来这边啊,吹水聊天啊,喝汽水啊,吹口咽 所以呢,就是这边,挺现意的,一直在对这个红树林的这边呢,有一种啊,说不清的一种情怀,对不对 可能,呃,回忆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对不对 反正,一直都是很喜欢来这边,湖边这边,散步啊,对不对 哎呀,很舒服,真的,照照照照片,对不对 有时候一个人太寂寞了,或者是有些东西想不通 或者是人总会有抑郁的时候,对吧 人总会有抑郁的时候,对不对 来这边走一走啊,看看那个大海,看看对面的香港 是不是啊,整个人呢,就是近身很多啊 哇,海边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 那看到前面那个尖尖的地方呢,就是我要到达的目的地,啊,叫人才公园 人才公园,对面再过一点呢,就是海岸城了 现在呢,我大概骑了大概有四十五分钟左右 估计我骑过去也要四十五分钟 很难说,以往的几步呢,从山姆那边呢,骑到海岸城呢 呃,大概是一分,最快是一小时二十六分钟 对不对,现在我们挑战一下先,一小时二十分钟 哇,哇,这么快都人才公园了,对不对 哎呀,现在呢,再过两三个,再骑两三个路口呢,就到那个海岸城了 因为人才公园呢,是不可以带狗啊,骑南车进去的 所以我就,呃,都到他那一个人才公园的旁边 然后,再渠道去那一个,海岸城了 很快就到了,哎呀 哇,终于骑到海岸城了,用时呢,一小时二十分,比上次快了六分钟 本来说好呢,今天呢,在这边吃个饭,人不会拿一叉这样子 不过呢,计划有变了,真是计划改不上变化啊 我就约了朋友,朋友说,呃,不太想在这边吃东西啊 那我现在就骑单车,去其他地方找他了啊 今天,骑这个单车呢,骑过来这边呢,出汗不是很多 因为是阴天,真的很舒服 真是,啊,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啦